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站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 伊贝诗纯积水纯净宝石石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知识酸奶就喝俊乐宝长知识了 本节目由俊乐宝长知识了知识酸奶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抖音短视频APP战略合作播出 上抖音看视频 保卫爱情有秘籍 去抖音拍摄分享你的爱情故事带话题 我要保卫爱并at 爱情保卫站抖音官方账号 你的视频就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中出现 由涂雷老师点评指导 下载抖音APP去分享你的爱吧 接下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沙娜老师 欢迎沙娜老师 怀疑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 欢迎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颜品红老师 欢迎 图类老师 欢迎 来吧 了解一下今天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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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们是在一个工作单位上吧 之前是这样 我们是在同一个单位 完之后不在同一个部门休息的时候 或者说他有时间的时候 他就过来找我 他每次都过来找我 每次都过来找我 之后的话领导就因为这个问题找我谈过话 后来的话也是因为他这个太年人了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上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也就是辞掉了 那我俩之前出对象的时候不就这样吗 那会儿你也是工作比较自由 自己干买嘛 然后你就在我单位陪着我上班 一陪陪一天 那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两个人在一起上班的工作 那你就陪着我能怎么了 那我之前的话 我是有那个时间 但是婚后的话 那我作为一个男人 责任会更重一些 那你就拿离婚给我说事儿啊 今儿离婚 明儿离婚的 不提离婚 我能把结婚证弄丢吗 主持人我跟你说 在来之前节目组需要这个结婚证 后期的话都找不到了 他也不知道给藏哪去了 这都是现补的结婚证 是这样的主持人 他跟我吵架 一吵架就说 那咱们别过了 我说一怕他跟我离婚 我就把结婚证藏起来了 吵一次架吧 我把结婚证换一个位置 吵一次架吧 我把结婚证换一个位置 或者换去可能藏的地方比较多 然后导致这次来的时候 我都把家拆了 我都没找着 我把结婚证藏哪儿了 然后我们先去补的结婚证 这就不乐意了 那你说我藏起来了 我忘了 还不是因为跟你吵架 那你这藏 你觉得我说跟你离婚 就可能离婚吗 再说了 想离婚的话 那非得有那个结婚证吗 那有其他的办法不也得有吗 他还是想离婚 你怎么这么没安全的 是这样的 因为可能是跟我前男友有关吧 因为我之前出过男朋友 然后他就总是欺骗我 然后总是晚上出去喝酒 然后有一天呢 告诉我他加班 然后我正好跟闺蜜逛街 逛着逛着吧 我就在那个橱窗里 看见一只窝子人 他在那站起来举个杯 然后我进去 哗 就把桌子给揉了 他那个前男友 他之前就跟我说这个事 后期的话 导致我都不敢 跟我的朋友出去吃饭 就算吃饭的话 要不然带着他 要不然不能超过小区 那你那天跟楼下 跟你哥们出去吃饭 不也是我没去吗 那你规定我两个小时 必须得回来 完之后每隔十分钟 给我打个电话 每十分钟给我打个电话 最后我电话都打关机了 那你后来不关机了吗 我们俩的关系是 不能超过二百米 你这都超过我 两公里都在小区楼下了 我八口喊你得能听见吗 为什么不能超过二百米 因为我觉得他要跑了呢 跑跑了呗 那不行 我好不容易结婚的 跑了咋整 而且他也挺享受这过程的 享受吗 我之前还好 但是婚后的话 就是说朋友也多了 一些事情需要处理的 也特别多 你说他带着闺蜜 吃饭也好 逛街也好 你都带着我 但是有些时候 确实是挺尴尬的 我觉得能接受我的人 才是我闺蜜 接受不了我 接受不了我 带着你的都不算我朋友 你不怕你闺蜜 跟他有点什么 不可能 为什么呀 天天在我视线范围之内 而且我的世界里只有他 他陪着我吃饭 给我做饭 给我洗衣服 照顾我 就家务活都是他干是吧 对 什么都是他是吧 对 从我认识他开始 洗衣服做饭 熟食屋子 照顾狗 都是他 那你干嘛 我待着 玩个戏 然后呢 看电影 然后我觉得还好啊 我没觉得什么呀 那一次吧 我那天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我难受 完了之后他就非得说 饿了 那你那个 你给我弄点吃对吧 给我做点饭 正好是赶到夏天的时候 出房的话更热 做完以后他叫我吃饭 我说你先吃饱 实在是太难受了 这才他才 后来 这个摸我说我高烧了 完之后说带我去医院了 那我不也没吃饭 带上医院了吗 那我都高烧39度5了 那你要再不带上医院 那我可能就得120 他又走了 那我不也没吃饭吗 我不也陪你去医院了吗 那你不陪我去医院 那我得自己去呀 是这样呢主持人 其实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 她呢是个尸体店主 在家威商靠手机挣钱 然后她就每次都鼓的电话 那你说晚上小姑娘找你 失业为啥呀 有一天她洗澡 电话响了 我一看啊 在吗 哥 然后我就给她回 我说在 哥 我怀孕了 我就没明白 我说她怀孕了找你干嘛呀 又一个小姑娘晚上八点 在吗哥 我失恋了 你是感情专家呀 失恋了也得找你 怀孕了也得找你 除非是这样吧 我的客户呢 时间长了 大家也就成为朋友了 分享一些事情啊 都很正常的事情 知道的是你客户 我不当以为怀孕孩子 是你的呢 他就吃醋 还有 我俩是这么认识的主持人 我是她的客户 然后她这个人呢 真是特别体贴 然后有一次我失恋了 她就陪着我聊天啊怎么样 最后成为她媳妇了 那你是在想找个媳妇 还是怎么的呀 我之前的话 那我那会儿 也没有对象 我也没有成长 对吧 那我很正常啊 那我现在已经成长了 对 你担心这些事的话 我感觉没有必要 其实这些都行 她每次陪我逛街的时候 她在前面走 我在后面走 然后我每天我就感觉 我再重复一句话 哎 你等等我 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也是 我说老公 怎么怎么怎么样 她 我说那这事怎么办呢 你说啥 好像我的自言自语一样 这个 真是说吧 因为咱俩结婚以后 我需要养那个家 包括车贷房贷 那你说客户我不了 我成天所有时间都来陪你 那你觉得这个家 还怎么能继续走下去呢 我打断一句 今天你为什么来 就是说我希望她 多能给我一点空间吧 你今天为什么来 我希望她更关心我一点 不是挺关心你的吗 没有 她就一直整她的那个电 整她的那个电话 整她的那个钱 所以你在家里面 所以你在家里的工作就是求关心 对吧 对 或者是我可以上班啊 你陪着我 我们一起找个工作 陪着我上班 都可以 你多大了 二十八 确定吗 确定 其实我感觉我要求的不高啊 现在正常 你还要要求什么呀 姑娘 都听不下去了 我觉得还好啊 还好 她认识我的时候我就这样啊 我俩是恋爱了一年多 才结的婚 我问她 我问她 认识她的时候就这样对吧 就这么年是吧 对 她是比较年 那怎么就要结的婚呢 爱她呗 爱她什么呀 其实她身上也有她的优点 就是对父母啊 还有一个是处理一些事情上 她也会给我一些就是说 合理的一个建议 其实我只是跟她这样而已 我不是不会做饭 不是不会媳妇 是是是 不是不会收拾婚子 不 可是在生活里 你不是又跟她吗 夫妻俩关起门来 就是百分之百的世界啊 但是我跟别人不这样 对不对 后悔不 有点后悔 今天来的目的是 要告诉她有点后悔 是这意思吧 我是希望她给我一个空间 啥样的空间 说清楚点 就是说我每天 我有我自己的这个时间的安排 我希望你不要打乱我的 时间计划 你不能说你一会儿一个电话 一会儿干这个 一会儿一个电话 一会儿要干这个 她这样的话就把我 就是一天安排的时间计划 全部都打乱了 那你的一天安排 就是半夜给客户送货吗 主持人 有一天晚上我睡觉十点 一整眼就半夜人没了 你吓不吓人呢 然后打电话 她说给顾客送过去了 那怎么的 客户都得半夜需要 哪个客户半夜需要送货 主持人我跟你说 之前就因为这个事情 损失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客户 导致也很大一个经济损失 这个我也没有说什么 但是这一次的话我解释一下 这个就是说也是一个 比较长期的客户 大家也都促成了一个 朋友和关系了 所以说有一些事情的话 跟我做个分享 在微信上聊一聊 这都很正常的事 她非常在意 我问她几个问题吧 一个成年人可不可以有自己 正常的交往 可以啊 一个已婚的成年人 该不该有自己 正常的社会交往 可以啊 但是你待着我就可以啊 非得待着你 好了呢 就是不待着你就叫 非正常的社会交往 对 是这意思吗 对 你界定正常的交往 就一定要待着你 是这意思吧 我只是跟你撒娇 跟你这样 我只是希望你再关心我一点啊 不不不 你关心关心她 也许她就更关心你了呢 你关心过她吗 除了没给她洗衣服 没给她做过饭 你看啊 不洗衣服不做饭 其实你挺关心她的 她去哪儿你得问 对吧 她跟朋友在一起 你得陪着 对啊 你逛街你也拉着她陪着 你说你多关心她 对不对 就是一生一世 太想跑了 对对对 就是一生一世 不领证呢 还想忙哪儿跑 不不不不不 因为是这样的主持人 我俩结婚之前 她就说过这句话 我说我不会洗衣服 不会做饭 怎么办 她说没事 她说我会洗衣服 我会做饭 我就不会生孩子 我说太好了 就你只负责生孩子 其他的事都由她来了 对吧 她自己说的 行 你说的 对 是我说的 后悔不 后悔 就是 别老说大话 我们来听听老师 是不是如何帮助这个夫妻 走出这种信任不信任 安全不安全 撒娇不撒娇 要爱不要爱的 困惑的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温泉 哎 姑娘 你什么都当真 对啊 就是我这个人很天真 就不光是他 别人跟我说什么我都信 你做的事全是 就是一味地索取 不懂付出的这样的事情 你说你结婚 作为妻子 你尽到了什么妻子的义务吗 我陪他一起吃苦啊 吃什么苦了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很多钱 的欠房贷欠车贷 但是我都愿意跟他一起去还啊 那你现在有挣钱的能力吗 我可以上班啊 你可以上班 你上了吗 没有 所以你现在还是花他的钱 你赔他吃什么苦了 他一人扛起了家里的 所有的经济重担 还得照顾你吃饭穿衣 人家高烧到三十九度五 你还说给我做饭去 我真的不知道他发烧 我只知道他难受 你爱他 你连他发烧都不知道 请问爱在哪儿 所以你有什么立场 站在这儿跟我们说 你害怕他跑啊 我觉得你没有任何的立场 因为你没有做到 任何妻子该做的事情 你是一个成年人 你应该有独立健全的人格 这是最基本的 你用眼睛是看不住男人的 况且我觉得你这不是看 你就是在作 你在证明 我能治你到什么程度 最后治的是你自己 知道吧 好 就说这么多 谢谢 男生是要空间是吧 对 要什么空间啊 就是说我在和朋友啊 喝个酒谈个事情啊 比如说别的女客户怀孕了 要去安慰人家 我 比如说他失恋了 你要去抚慰人家 是这种空间吗 呃 其实不是这种空间 那个只是我工作中的一部分 哦 那还是你工作中的一部分 对 所以你还希望他要支持你的工作 是这样吗 嗯 我相信可能是 因为即使现在的生活当中 你就跟他物理的在一个空间里 但是你只在看手机 可能刚才的表述 大多数人会认为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你怎么这么不给他空间呢 但实际上我看到 你只是做了表面的工作 你是给他做了饭 你是给做了很多的家务 但这些都是表面的 你认为你只需要把表面工作做好了 你就应该给我更大的空间 这可能是你想要的 也就是对方最害怕的 所以他就会变本加厉的 用物理上的空间 对你的限制来黏着你 所以呢 要改变对方 先改变自己 不要对其他的女生去那么热 不要搞那么多暧昧分不清楚的事 只对他热就好了 对其他的女性冷一些 好不好 另外呢 我跟女生再说两句 我刚才替你啊 说了她 但并不表明了你没有问题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你不要自己的快乐与幸福 从何而来 你这都从她身上去要 这是不对的 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是要从自己身上去获得 比如说你让自己忙起来好不好 好 让自己找一份工作 甚至于找不到工作 你先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对不对 让自己能成为自己快乐的机器 去找快乐 别在她身上找 否则这种挖掘迟早会挖空的 就这样 我先说说关于年的事啊 固然你们这对夫妻 妻子黏着丈夫 让我们今天听起来 是超出了正常水准之上很多的 但是有一点不要忽略 这个是说给男生听的 你不要以为是她黏着你 你也黏着她 你来想想你们的生活方式 基本上两个人全退化成小宝宝了 你也像过家家一样 我哄你开心我就给你做饭 我哄你开心我就去哪都陪着你 这是一种很可怕的退化 女生你觉得人生 你就把这个列为常态 我只要黏着她就会快乐 但你回头看看啊 你看看那些两三岁的小孩 你觉得他们特快乐是吗 对 你想做两三岁的孩子 对 但你今年是28岁啊 你不成长啊 什么样的年龄 就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才是快乐的基本要素 可以夫妻之间有这种黏腻 有撒娇韧性 有时候愿意自己做个小孩 但有时候我们也得做一个母亲 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妻子 有时候我们要做朋友 这些角色都得有才称为人生 28岁多年轻的青春 大好的时光 太多的事情可以做了 你把自己都搞丢了 你还能搞明白婚姻和爱情吗 你必须长大 要不然生活就会淘汰你 淘汰你的不是他哦 你会被生活淘汰 儿先生我觉得你也要成长 这种黏黏腻腻的状态 和你有极大的关系 你也喜欢这样的模式 但你也要长大 各自找到生活的爱好和乐趣 互相帮助互相扶持 好吗 谢谢啊 谢谢 冬妍 你知道那个孩子 为什么有的时候撒娇 让我们喜欢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小孩只有这么高 上面东西拿不着 他就撒娇让我们去拿 很可爱 你说你这么高一个子 明明够得着 你要撒娇让我们去拿 你就讨厌不讨厌 但关键的是你不知道 居然不知道你的所作所为 让人反感 我的女儿每一次 在我离家出差的时候 也会撒娇 她觉得撒娇我就不会走 现在不一样 现在我每次说要走的时候 她只会咬着嘴唇 忍住眼泪 说一句你早点回来 在那一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她的成长和独立 因为她的泪水是为了我 却把忍耐留给了自己 你需要学的就是这个知道吗 你不会连一个三岁的女孩 都不如吧 真正的爱就是我离不开她 但我不能耽误她 我把忍耐留给自己 二十八岁 做点女人该做的事 男生 你一直以来是不是 也有点自卑啊 所以觉得一个女人 全心全意地 黏着你 赖着你 是你价值的体现 所以你也有点言不由衷啊 你要是希望人家 一直这么靠着你 那你就一直坚持 我相信如果 有哪一天 这个女生像我们所描述的 开始独立了起来 你会不习惯 你反而会害怕 其实你们两人都缺乏安全 所以才像老师所说的 你们两人是彼此 都喜欢黏着 不只是你 还有我 等找到你们真正能够 在婚姻当中 各自独立的人格 和生存能力 以及今生支撑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们才是 真正的相爱 就这样 感慨万千 感慨万千 现在可能真的是 我需要找点事情 跟你有什么梦想 其实没有关系 你认为一个女人在家里面 就应该被男人处理 认为我嫁给你 就应该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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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人生有太多的 我应该怎么样 但是在你的人生里 没有付出这个感应 所以就是这样 今天算是一个夫妻关系的调整嘛 慢慢来调嘛 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距离的 有的时候距离远了 心可能更近 有的时候物理距离很近 其实心是很疏远的 像她看手机这个问题 不是她一家的问题 现在好像很多的家庭 都是因为手机这点事 闹得不可开枪 闹什么呀 是你在关注我 所以要多给她一些关注 女生就非常简单 找找自己 你不能失去了你自己 老师们说了很多方法 供你们参考吧 一起进入抖音真情就是我 之前是我做的不对 但是我希望你能多给我一些关心 再多一些 因为恋爱的时候你就这样 结婚的时候我不希望你接 答应的承诺就要做到 希望做一个男人能答应我 我之前我承诺的 我也在用心去做 可能我就婚后的话 就是说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嘛 可能缺乏一些对你的关心 我呢也希望呢就是说 你也能多给我一点空间 也多理解一下我 希望以后能让这个家 更加的完美美满 白跟你讲了 一点都没听进去 喝知识 长知识 保温爱情靠知识 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 俊乐堡长知识的爱的精箱 来吧 来吧 还记得我第一次给你做的饭吗 就是一个可乐鸡翅 今天我给你做了 我希望你记得我的好 我也是有好的 有有有有有 我就做了个鸡翅 就感动哭自己了 哎呀 你那个呢 我呢是一枚戒指 这枚戒指呢 是在我求婚的时候 是她送给我的 是这样的 她准备给我求婚 她的小动作可能时间长了 让我发现了 然后她布置的现场很漂亮 也请了很多朋友 当她跪地上跟我说 你嫁给我的那一刻 我告诉我闺蜜 去把我准备的戒指 给我拿来 然后我向她求了婚 还是那句话 我是认为这个世界上 凡数你想祈求得来的东西 你都得不来 平等最重要 谢谢老妹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抖音爱奇艺搜狐视频 来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 下载抖音APP 拍摄分享你的情感故事 带话题 我要保卫爱 并at爱情保卫站 抖音官方账号 就有机会获取 涂雷老师专属爱情解答 我们来看这对夫妻的选择 请看的 行吧 来吧 恭喜你 恭喜你 可以离婚了 嗯 好不好 给你一下 看到你 来吧 misses 好了 hu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我们能一起幸福地走下去 我真的敢 祝你们快乐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愿天下有情人都幸福 谢谢 谢谢